我给我的嘴巴吃炸鸡 我给我的嘴巴喝可乐 天呐 大宝竟然有个小黑鸭 大宝的牙齿好黄呀 怎么还有一股臭味 忘记刷牙了 什么 大宝 你怎么能不刷牙呢 这样多不会生呀 我知道了 也可不会了 听见老师说的了吧 你以后 可要乖乖刷牙了 哦 知道了 真口气 妈妈我吃饱了 快去刷牙 童话编开始了 我再不刷牙呢 大宝 你给我站住 大宝 快去刷牙 我看完再去 现在就去 要不然就再也不让你看电视了 不干就不干 反正我是不会刷牙的 真是气死我了 大宝 你来回答 大宝 你怎么不说话 我的牙齿好疼啊 什么 怎么会这样 我这就给你妈妈打电话 让我看看 妈妈 别看了 不行 必须看 一 二 三 四 五 大宝 竟然有五颗小黑牙 大宝的牙齿好黄呀 我的牙齿好疼呀 让你不好好刷牙 老师 我要带大宝去医院 要请假一天 好 快去吧 小朋友们 你们可不要像大宝这样哦 我们下次再见 不 来 请不吝点赞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